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欢迎收看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爱荣佳瑶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香港国际龙洲邀请赛一连两天举行 但夜晚的烟火会演 因为天气恶劣取消 天文台三度发出黄语警告 而大埔北区和荃湾的余势最大 何永然有信心 入住简约公屋的居民 在入住两至三年 就可以正式上公屋 新闻的详细内容 城市之一 香港国际龙洲邀请赛一年两日 在尖东海旁举行 近4000个建议参赛 而下午黄色暴雨警告期间 有赛事一度要延后 但仍然无了选手和观赏市民的热情 不过夜晚8点 在湾仔海滨的烟火表演 因为天气恶劣取消 一下又一下 比力再比力 一条龙一条心 咬牙关冲过去 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成绩应该不错 全力野货 做到最好 虽然过了端午节 但年度香港国际龙洲邀请赛 继续在尖东海旁大力激情 赛道全长500米 以标准龙竞赛 即是以20米长龙洲参赛 台湾 1 2 3 DTT 今年有超过170队参加 分别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 人数比去年更多 包括第一次来香港的信德队 第一次在香港比赛 新的环境不同 很高兴 很刺激 浪很大 我们要拿冠冠 全天都落着雨 黄色暴雨警告期间 有赛事更加要押后 它延迟了 时间长了 出多点力 出多点力 密点多点赛 平时都是在将军澳训练的 那时其实 就是西贡区 都是普遍有大雨 即今年都比较多大雨 那我们都是 就是 兼着大雨这样训练的 但是我们的经验就是 抽高点赛 作为重头盛事 龙洲菜吸引市民 和旅客观赛 但是天气不似预期 观众一度要到附近避雨 其实不是特意 就是正好过来玩 然后就是看到 这边有龙洲山 就挺有兴趣的来看一下 这个是天空 天空不作美嘛 对 但其实还好了 感觉还行 想看到了 小朋友 刚才过来 陆大雨都没有看到 等多一会儿 很感兴趣 在电视上见 所以这回是 亲自来亲眼看到 在这种状况场面 约性赛星期日 继续会有 至少35场的赛事 包括粤港澳大湾区 錦标赛 和万中期待家办的大赛 无线电视记者 吴家谦 政府推动城市经济 将200多项活动 列入城市年表 当中不少是主题展览 有业家就认为 有助提升行业的知名度 而旅游业家就说 对旅客未必有吸引力 无人机烟火表演 城市年表里面 210多项活动 下半年以会议展览 占最多 当中只有五项 有申请政府的城市基金 其他多项活动 没有政府参与 甚至在当局公布之后 才知道被列为城市 例如五月初 在会展举行的 压修殷儀业展览 我们这些行业是比较独特 殷儀的一个行业 还有我们是两年一届的 无论是城市 其实他们都会过来 参与这个活动 同属城市的 这个放射师国际活动 在会展办展览 会议和工作坊 参加者大都是红类人士 是有超过630位 由世界各地和香港的人客 来到我们这儿 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们也都希望 就是列入了城市之后 我们也都可以帮到 令到我们可以推广到 我们放射师这个行业 活动入场都要事先登记 本地会员收750元港币 可爱的就收350元美金 走多几步 会展同时都举办家居博览 公众入场30元 不过就没有列为盛事 如果有多方面的支持 也都多方的持份者 相信他们会放的资源 或者他们想的细节会更加多 也都更加会出力 多些去吸引不同的旅客 市民认为盛事应该是怎样呢 很多人可以参与的活动 但是你又要那个质量 是要被人认可的 我城市这个名字 就是重新要再定义一下 我觉得就不需要太过 可以本地地区化都可以的 民体内局回复说 会案能不能够吸引旅客 和市民参与 帮助香港在全球曝光 和展示策略地位 编制和更新城市连表 旅游业界认为 有部分城市不够吸引 城市是会吸引旅客的 但是旅客也不会因为 因为一个城市我就来 尤其是是特别行业的一些展览会 其实这些对于整体 你说我做一个旅游产品 其实又未必是那么合适的 他认为城市活动时间 不可以太短 又足够时间宣传 同营造到气氛 武线电视机写邓杰盈不斗 天文台今天三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 而大埔北区同泉湾下就录得超过100红米的雨量 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就仍然生效 新界百香山头下午风云变色 附近河道水流很急 锦田锦上路路边有汽水 大埔满摇水道有大量雨水涌入 水位急着 而在大埔半冲川 黄泥水由山上涌下来 雨势时大时势 有居民无敢外出 大埔凤原路有屋苑停车场水浸 天文台在早上六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约两个钟之后取消 下周12点55分再发出 约三个半钟之后取消 在下周5点50分第三度发出黄雨警告 下周黄雨警告期间 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 大埔、北区和荃湾的雨量 更加超过100毫米 另外长周下周也录得 每小时约80公里的强震风 天文台意料本港短期内 仍然会受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影响 主要都是受到抹跃的湿南挂风影响 夏天在湿南挂风影响的阻略 一般都会有些大雨和狂风雷暴影响着 第八个简约公屋单位 在今月24日开始接受申请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有信心居民 在入住两至三年就可以正式上公屋 8万5千个合资格申请人 下周会陆续收到简约公屋申请表 会议项目完成时间倒数三年去计算 顿后两年多都会收到 房屋局局长何永然强调是 针对帮助居于恶劣环境人士 相信他们住了简约公屋两三年 就可以正式上公屋 五年之后进入我们下个五年 到时大家看到供应量是倍增的 当传统公屋的供应量是倍增的时候 大家在这个轮后了 今天已经轮后了三年了 我的平均轮后时间是5.7年 慢慢还会再回落一点 即是加上去两三年左右 大家就可以去到传统公屋 偏配昌采用计分制 何永然说 本港社会结构以家庭为重心 家庭成员有长者或小童都可以加分 但第一批简约公屋 超过七成是一至两人细单位 他解释是根据调研结果去设计 所谓小单位140尺那些 是一二人单位 两人都是一个家庭的组成部分 在2021年那时做的劏房条件 按当时得到的结果 其实比例大概都是一二人的 即现有的劏房户住一二人的 都是有大概是七成的 我们现在是针对性 希望在一些这样的环境的朋友 是得到照顾的 所以配合一个现实环境去设计 打击公屋滥用方面 何永然说工作有成效 估计本年到可供编配超过三万个单位之中 有超过一万九千个是回收得利 而公屋户第二轮入息和资产新报 已经收回二十三万份 占总数九成一 最新已经收回一千四百个单位 何永然说会继续探讨 以不同方法打击滥用 无线电视记者南豪杰报导 先有资格赞 稍后回来还会回答 京港和沪港特一班高铁动俄列车 今天开通 李强转抵澳洲访问 澳洲政府期望中方的贸易限制 可以进一步解除 回来七点半新闻时间 京港和沪港特一班高铁动俄列车 今天出发 有学生期待可以在车上超过十个小时的旅程 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 也有老人家希望睡个好觉 京湖动俄列车手法 由高铁西九龙站出发 去北京和上海的第一班高铁动俄列车 车票一早已经买完 俄铺四个人一间房 分上下隔床 车费大概900至1800元 乘客包括这个实习团 挨曼上车费一晚 第二早就到 坐这趟车的时候我还是很激动的 因为首先我没有坐过这么长时间的高铁 因为是跟大家一起去 所以会有一些互动聊天 增进同学的感情 有长者以前坐过直通车回内地 这次就希望睡个好觉 辛苦了那些 当然了 起码硬座 要是硬饿 这里不会 以前的车一直吵 哪里睡到的 有一天人多又逼 现在的有规律有规矩 商务客的愿望 就是铁路变成财路 时间 和确实是方便 生意都是大家要多点谈多点说 多点见面 我相信对 林世雄说 会视乎需求 争取更多的班前 一个星期四天 有这个服务 这个其实都是集中在周末 一些周末假期的需要 我们都会看看我们现在 这样的行车安排 如果发觉需求量是多 我们必定会跟内地相关的 铁路集团 我们都会争取 希望能够是否可以在这四天以外 我们是可以加开到一些 这些夜间的班车 以前城製直通车 在洪磡出发 现在高铁的俄铺动车 就改为在西九龙 改用一地两点过关 政府就说 方便了一些乘客 过关的时候畅信了 也都可以在中途站 例如在杭州和石家庄等地下车 母纤电视机器 在钟卓熙报道 而我们的记者钟卓熙 在京港第一班高铁动岸列车上面 列车出发了个几钟头了 畅不畅信呢 我们现在搭的这一班 就是由香港去北京的 第一班动岸列车 刚刚准时离开了东莞南站 现在正在去广州站的方向 全程车十二个半钟 现在可以说是初段 和大家简介一下 这辆车的背景资料 这辆车是由内地 营运的和谐号列车 相比大家可能听得多的 复兴号列车 这辆车的车龄相对耐一点 不过现在就这样看起来 其实都挺新的 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辆车总共有16卡 13卡就是这些包装的 一些饿铺的房子 另外那辆卡 头尾就是一些二等座的座位 剩下的那辆卡就是餐卡 又相比高铁的 去由香港到北京 餐卡那里 其实就是一个小食亭 这里相对的选择 或者座位相对比较多一点 和大家讲一讲 现在就是晚饭时间 和大家参观一下 究竟饿铺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饿铺的 去北京的列车 全部都有这些饿铺的 都是有烫门 烫门可以很明显地 是把走廊里面的噪音隔开了 所以在包装里面 刚才我们也试过 基本上都是听不到 走廊里面的那些声音的 去北京的列车 全部都是这些四人的饿铺 看到分开两边 有上铺和下铺 上铺的价钱相对便宜一点 大概是1,000元 下铺就是1,100元港元 全部列车上高 其实已经铺了一些床单 让乘客可以躺得安心 也都看到 其实已经有些床肉和皮 已经准备好了给他们了 现在晚饭时间 看到他们其实 刚才都和一些乘客都聊过 他们都说 其实是第一次搭这些动饿的列车 他们都说 这餐饭都零食好吃 而且他们以往去北京 都是坐着飞机上北京 这次就是坐着一个动楼的列车 他们基本上 他们就说 舒服很多 因为可以躺着地上北京 那只脚就摊平 就不用在飞机那里屈住屈住 他们都说 这个高铁的列车 相比起飞机也都有很多好处的 例如 就是不需要去到机场那么远 基本上下车就直接去到市区 跟大家介绍一下包厂的环境 看到远一点其实有一张桌子 也都有一个水壶 给四个人用 而在头班车 刚才也都看到 乘客都收到不少的小礼物 包括由港铁送出的 也都由内地的铁路部门送出的 而刚才在车上高 他们也获发了一个礼品盒 他们礼品盒里面 刚才都和大家拆解过 里面有些小食物和一些湿纸巾 这个包厂里面 他们可以自行调校冷气和灯光 所以基本上 外面就算有多光也好 只要关门 在里面就可以自行调校 一个舒适的温度和舒适的灯光 这班车 刚才和乘客都聊过 他们都说这班车 最大的特色就是 比较定 也都比较静 所以他们说 坐得非常舒服 这班车大概12.5小时 之后 明早的6点53分 就会抵达北京西站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 在车上高跟进着 首航车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回香港新闻部 好 谢谢钟卓希 我们会和大家跟进着 另外高铁香港段 今天开通湖南 张家界西新线 增设6个站点 第一班车 早早8点半 在香港西九龙站出达 大约1个小时后 抵达中途站 广州南站 并且途径邵阳 淮花南 和凤凰古城等等的站 下午抵达张家界西站 有不少市民参加首发团 游览张家界 还有旅游业界组织考察团 打算趁着新线开通 研究开发更多高铁旅游路线和产品 这一节最新消息 天文台在夜晚7点45分 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国际方面 总理李强展开澳洲访问行程 是7年以来第一次有中国总理到访当地 外界就预料李强将会宣布 谈访澳洲公民免签证入境中国 总理李强结束新西兰行程之后 转到澳洲展开四日访问 抵达亚德莱德 澳洲外长黄英燕迎接 他访问期间会和澳洲总理亚尔班内赛 举行中澳总理年度会宫 李强说在中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十周年之制到访 期待就中澳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共商合作 中方愿和澳方继续回首努力 李强首先会到亚德莱德市内的动物园 探望由中国租借的大红猫 网网和福尼 他们的租约将会在今年11月到期 预料李强将会继续推行大红猫外交 据当地传媒报道 中方会安排另一对大红猫到当地 贸易问题亦备受关注 近年来中国逐渐取消对澳洲的贸易限制 但对龙虾以及红肉的限制仍未解除 有分析说中方已经准备好 全面恢复和澳洲的贸易关系 会在今次访问之后解除入口限制 外界预计两国也会讨论 中国希望加入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问题 预料李强也会宣布 给予澳洲公民连签证入境 到中国15天的待遇 艾尔巴内塞早前说 李强今次访澳 标志了澳洲政府在重建和中国对话 以及稳定澳洲关系的道路上 卖出重大一步 母线自己正在来 明生报道 英国凯特王妃由披露患淫以来 第一次公开露眠 伦敦星期六举行庆祝英皇查理斯三世 官方授臣的阅兵仪式 英皇查理斯三世 皇后卡米拉凯特和她的三个子女 坐马车去阅兵场 是她公开自己患癌 和接受化疗以来第一次同公众露眠 凯特是在今年3月宣布患癌 之后未有公开露眠 恒生顿工没有透露是哪种癌症 欢迎收睇时事中国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是福建廈门举行 全国政协主席王焕玲批评 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又强调国家统一系必然 今届海峡论坛主题是 扩大民间交流 深化融合发展 全国政协主席王焕玲出席论坛和致辞 他批评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导致台海兵空战危 强调国家统一系历史必然 他又说尊重台湾同胞 希望两岸青年多往来和交流 国民党副主席联盛文在致辞中提到 有至少六成台湾民众 不支持台湾当局的台独立场 而事实上我相信很多台湾的民众 对现在台湾的现况 其实感到非常疑难 大多数台湾的民众也希望 能够跟大陆和平相处 互备友好 而我们也绝对不能够被少数 偏激 没有用心的说绑架 更不能让一些极端的言论 所误导 而导致两岸关系 受到冲击而倒退 今次论坛有来自台湾政党代表 和社会各界代表 超过7000多名台湾代表出席 除了论坛大会之外 也会举行基层交流 青年交流等50项活动 外地近日天气持续恶劣 广西浙江等地暴雨成灾 而北方多地也继续录得涉事 40度以上的高运 黑龙江哈尔滨市区 马路完全被水淹浸 不少车死火 水深去到膝头 救援人员到场救出被困市民 当地近日落暴雨 而且持续时间长 造成地势较低的地方水浸 当局出动500多人救援 在南方 广西河洲星期五 挨漫开始下暴雨 河流水位急升 水流好急 桂林永福因为连日暴雨山泥倾石 多条道路受阻 广西提升洪水预警 预料未来几天 部分河流会出现超出境界水位的洪水 浙江庆元已经持续落大雨近一个星期 这条村庄的河流也变成激流 河边的房屋入水 大批居民要疏散 福建局部地区仍然有暴雨 受大雨影响当地部分列车要停运 而北方的高温还未回落 中央气象台连续多日发布高温预警 星期五全国有200多个国家气象站 单日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0度 气象部门说 华北和黄淮地区星期日的气温会稍微回落 不过提醒民众仍然要避免在下午高温时段外出 用于再人登阅任务的长征10号火箭 更日完成动力系统试车 研制团队说长征10号是智慧火箭 可以自动侦测和排除故障 确保航天原安全 长征10号系列火箭在星期五完成一纸级火箭动力系统试车 即是相当于一次不起飞的发射 各项指标正常 长征10号系列火箭分为登月板和近地板两个型号 负责执行不同任务 登月板主要是用于运送登月的着陆器 以及在人飞船到奔月轨道 近地板目前集中研制的实际也是两款 它主要是用于空间站后面的运营发展 这个阶段 用于主要是送人送火 为了降低太空站的营运成本 近地板长征10号火箭的一级火箭是可以重复使用 此外长征10号也是智能火箭 在飞行过程中可以自动检测和排除故障 提高任务成功率 长征10号系列火箭会在近期进行第二次动力系统驶车工作 进一步验证其他工况 为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做好准备 四川成都正举行世界园艺博览会 宣扬绿色低碳至药池族等的概念 在城市开发的同时如何保育原有生态呢 扎瑞敏去了解过 这棵在四川迎经的千年古树 被誉为中国最美精南 1700多年间经历过战火摧残 风吹雷激 仍然侮立不倒 也有中国精南昂的味誉 四川全省有近一万棵古树 临地面积近四亿亩 居全国之冠 郊野之外 大城市亦以另一种方式 彰显天府之国的美誉 成都正在举行为期180多天的 世界园艺博览会 设有100多个展员 融合多个省市 与三十多个参展国家的历史文化 展示当地的园景设计和绿色低碳技术等等 例如四川主展馆天府人居 取形于当地传统娱乐 从高处可以见到屋顶三个圆环商购 仍此四川盆地 在盆地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生活 大家在这里可以吃饭喝茶 看穿戏 然后可以举办各种活动 大家看到的不是建筑 而是真正的天府民居的生活 同时这个项目可以看到 它用了很多乡土的材料 比如说我们屋顶用的就是传统的小青蛙 然后用了我们的竹林 这些都是成都的乡间 特别亲切的自然景观 细园会另一个概念是截跃持组 多个建筑会期完结之后 会保留或者改建 选址它是在我们成都的东部新区 我们东部新区刚刚成立四年 所以说作为一个城市新区 它还有很多的城市的功能还没有完善 未来就像纽约的中央公园一样 它会成为整个片区的一个核心的 被大家使用的律费 那么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服务功能 比如说我们的主张馆 未来就会成为东部新区的文化艺术中心 在成都世元会会场里面 很多路都是高高低低的 总规划师就解释 是为了合理地利用这里原本的直坯 和山势等等 在建造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环境 母先烈士记者杰玥敏 在四川成都报道 深圳有小学的用粤语教学生背鼓诗 并且考虑未来推广粤语教学 深圳这班小学二年班学生 近日用粤语背众木栏词 原来是中文科老师利用空闲的时间 教学生用粤语背众 下方说不少学生本身不懂粤语 但是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后就上手 用粤语背诗能多学一门语言 也能更好地和一些人交流 下方说会咨询家长和教师意见 希望推广粤语教学 教育部在2021年提到 深圳广州等地 除了要提升整体的国家语文文字应用能力 同时也都要继续发挥粤语等等 在地域文化传承和感情维系中的作用 来到最后一节七点半失误 澳洲南部不少农庄 因为葡萄供过预求令到收入大减 部分农民尝试改种药用大麻 成为逆境求生的出路 这个位于南澳河岸地区的农场 正处于收成期 工人忙于收割药用大麻 收割之后放在室内风干 等候加工处理 这个大麻农场的规模 在澳洲数一数二 负责人加拉尔 原本是种植水果的农夫 他花了五年时间 才将农场转型到今时今日的状况 现在他的公司只种了三公顷药用大麻 但他们希望扩展至十公顷 到时可以带来五十至一百个新职位 这一大的农场 原本盛产葡萄和橙 但由于葡萄供应过剩 价格低 消路差 导致不少农庄财困 改种药用大麻被视为一条出路 澳洲治疗用品协会界最新数据显示 自2016年药用大麻合法化以来 大约有120万澳洲人曾经使用药用大麻 虽然澳洲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药用大麻市场 但所使用的大麻有八成都是进口 意味本土种植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无线电视机者简永迅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活动期间 疑似放空失神 他的健康状况再引起关注 以前总统特朗普慶祝78岁生日的时候 就再借机攻击拜登年纪大 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多国领袖 趁着会议期间一起观赏跳散表演 多名北约飞行员由军机约下 在空中分别展示七国国旗 和非正式成员旗次 当飞行员精准降落 各个领袖面向他们鼓掌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就突然背对大家 而且越走越远 对着低头忙于整理降落散的士兵讲话 和举起手指弓 之后就站在原地不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 可能察觉到又不妥 西部向拜登身边靠近 意大利总理梅诺尼更加要出手提醒拜登 81岁的拜登尋求在11月的大选年任 有美国传媒批评 拜登在外交场合失臣系失礼美国 又说他显得不知所措 质疑他的精神状态 白宫就为拜登辩误 说他当时是向其中一名士兵表达祝贺 批评有媒体恶意剪接画面 故意塑造拜登疑惑的形象 他的对手前总统特朗普 星期五出席78岁生日活动时 就趁机拿这件事 嘲讽拜登年纪大出席各类活动时精神不济 我们有一个总统 没有知不知道什么事 只是看他昨天 看他前一天 在欧洲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们国家永远都在危险 像现在在危险 不过有学者说 只是比拜登年轻三岁的特朗普 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 经常陷入逻辑混乱的长篇大论 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 同样是年纪大的表现 也有意见认为 对比起总统年龄 经济 墮胎和移民等等 才是选民真正关心的议题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不得 我们讲回第一班 由上海红桥火车站 到香港西九龙站的洞岸列车 刚刚出发 而记者叶子华在这班车上 现场情况是怎样 是 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 由上海红桥高铁站 开出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第一班冻岳高铁列车 我们现在就见到 其实在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冻岳铺的位置 我们见到在走廊这里 其实不少的乘客 都已经是将他们的行李 搬了上来 准备搬入他们的房间 在这个位置那里 就准备这个搭车了 我们见到走廊的位置 每一个房间外面都会有一些椅子 就可以被一些乘客坐 而一间房间里面 我们就见到 一间房间里面 我们见到有四个床位 而在这班列车上面 又有16个车卡 除了一个车卡之外 头尾两个车卡都会是二等座的位置 大概可以载到大约600个乘客 我们会继续在高铁上面 为大家报告最新的情况 现在先将时间交备新闻报 好 谢谢叶子华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亚根廷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格兰胚制赛 虽然赛车的速度不算太快 但仍然吸引大批车迷去看 一起看一下 一架架老爷车 慢慢驶入布尔·洛斯·艾尼斯 沿途吸引大批图人围观影响 他们每架都有过百年历史 大外壳光洁如新 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机械迷有机会看到 百多年前的引擎如何运作 更加显得兴奋 他们混习在这里 是为了重现在1906年 第一场在阿根廷举人的公路赛 当时是阿根廷汽车业的黄金时代 这位大摩的参赛者是老爷车发烧友 有长达60年的修理和翻身鼓动车经验 现场不少参赛的车辆都是由它经手复收 他说驾驶这些车 好像穿过时光隧道回到1912年 当时很多车仍然是阿根廷本土制造 直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阿根廷的汽车业 才因为没办法入口欧洲零件而走向没落 另一位拥有一辆 1917年利兰房车的车主说 老爷车因为没有电子零件 所以其实比现代汽车更易违收 比赛的赛道全长35公里 这项友谊赛 参赛者志在交流多于增胜 所以不设冠军奖杯 只要捱得到终点 每位车手都会获得纪念品 更重要的 当然是和穿着古装的女粉丝合照 怀面过去的乡居美人岁月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迅报导 澳洲有一个女人 在收集旧照片期间 经常出于好奇 发掘想中人的身份 并且成功将多幅旧照片 交还给想中人的后人 一搭搭发王的旧照片 是导致的珍藏 想中人不少盛装打扮 也有日常生活照 令他觉得相片充满艺术价值 他喜欢收集旧照片 但对想中人的身份一无所知 在20年前 他开始由清理杂物的旧屋 二手商店 甚至垃圾堆 收集数以千计的旧照片 当年导致两导友 有子女腰折 丈夫鼓励去找回 相中人的身份 希望让相片回到亲友手中 与人为善之余 亦可以为自己带来正能量 充谈丧子之痛 他于是用手机拍下相片 上载到社交媒体 还设立了群组 鼓励网民利用相片上的 影楼商标 以及手写笔绩等 找出想中人的来历和下落 《黄天不负有心人》 是一次其中一张相片背后的印记 显示他们在新南威尔士州的 海伊镇拍摄 当他把相片 刊在海伊镇的社交网站之后 一位女士告诉导致 想中人是他的妈妈 并且多谢他贴出这张 他从未见过的相片 现时在澳洲 以至其他国家 有越来越多人加入导致的群组 一起找旧想中的人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迅报导 7点半新闻报导演 家卫